跟大家说一下啊 什么是花达顶 什么是瓜达顶 你看这个怎么着 现在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怪了 珠布鲁开怪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瓜达顶 花达顶 看这个 这个就是属于典型的 看到了没 是蝸牛 是吧 这有典型的瓜达顶 还有这边 这个更明显 看这两颗 是吧 看见了没 我们看到了这个瓜达顶啊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瓜达顶呢 一般情况下 一种是根系 受到伤害了 就是营养 水分上不去了 容易造成这种瓜达顶 还有一种呢 就是突然的低温 或者长时间的低温 或者是长时间的高温 都不适合黄瓜正常生长 都会造成这种瓜达顶 这种现象 那么出现瓜达顶以后 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抓紧时间 把这个上面所有的瓜钮 给它掐掉 减轻这个黄瓜呢 它的负担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找原因 看是高温还是低温 还是根系 然后处理应对的方法 第三个呢 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调节 因为出现瓜达顶啊 实际上就是 作物它的内原调节出了问题 所以一般我们用的常规的 好比说庇护 或者是云苔素赤霉酸 等等一系列的调节剂啊 去喷噬一次 去喷噬个两到三次 这样情况下 基本上这种瓜达顶的 就慢慢慢慢 重新又恢复到正常的 这样的一个生长